蔣燦倒台之後 過去跟著他吃香喝辣的 這一些子弟兵 現在可能都要開始緊張了 首先找到張兆良 因為他的五年前的一個案子 當時他是桃園市政府的顧問 現在他被指控 本來有一個 這個便利超商有關的 一塊地裡面 應該這個違章欠竹 應該是急報急差 可是因為他跟區公所 來關說 所以就沒有把它通報為 0A類的違章建築 就可以租給這一家超商裡面 來進行違盈利 但這個過程當中 現在被爆出來 但是大家覺得 非常非常非常詭異 因為鄭文燦失事之後 五年前的案子 現在被查出來 是當時當桃園市政府 鄭文燦底下的市政務務 後來當了議員 怎麼過去都沒事 鄭文燦倒台之後 他投藥的非常重要 很親的子弟兵張兆良 就出事了 張兆良還是鄭文燦 整個積壓的第一天的時候 他還冒著這些政治的亂象 跑過去跟他送錢 怕他在這個監獄裡面 沒有錢可以花 張兆良過去包括蔡英文 鄭文燦都有去幫他 大力的浮選跟拉台 那在鄭文燦的眼中 張兆良是什麼樣的人 是一個使命必達 非常好用的一個人 他說張兆良常常跟他講 社區地方有問題 張兆良去看一下 張兆良立刻就會把問題解決 當天一定會答覆他 會給他答案 使命必達 交給他就沒有問題 萬事通 他包括現在看到鄭運朋友 2022年有一個新聞 他幫他站台說 他怎麼稱讚張兆良 他說張兆良 龍潭當地的建設 都有他的影子 當時可能是稱讚他很認真 現在因為他涉及這個 所謂的圖利 大家想說那這句話是怎麼樣 有弦外之音嗎 那張張春講說張教良的助理費案 他曾經捲入一個助理費 這個案子裡面 他收押禁見長達8個月 但後來居然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還刑一顆罰金 他說別人盜領助理費 沒有被收押的 最後都判判刑 8到12年 怎麼他的這個輕輕放下 覺得很奇怪 鄭文燦的這案子裡面 本身還有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今天剛剛有個最新的進展 台塑這個非常重要的幹部 90歲的重臣楊兆林 因為他年事已高 他到底要不要壓他 因為其他人通通都壓了 只有他沒有被壓 第四度來開集壓庭 現在又最新的又是交保 交保金額已經累積到 1500萬元 過去在四月的時候 有一個所謂的跟檢調這些官員 大長官們一起吃飯的飯群裡面 與會的人說看到他 說他還是很活潑 站著跟大家聊天 看起來體力很好 一看起來都不像90歲 可是剛剛那個畫面 你就看到他出庭的時候 都坐輪椅拿著拐杖 然後戴著個帽子 頭髮斑白 看起來好像體力很不好 跟四月份大家看到他 可以聊天體力很好的樣子 完全都不一樣 過去吃香喝辣 現在剩下一旦 請教淑慧 張照良這個案子 我們剛剛在節目前才在討論 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懸疑 第一個這個案子說大 真的不大 當然說小也不小 五年前的一個違建官說案 為什麼現在被翻出來 一 證明我們之前大家揣測的 檢調手中擁有鄭文燦很多案子 只是一個一個拋出來看 今天要打誰 殺誰 要牽連到誰 剛剛說了 張照良在這個鄭文燦收押之後 還跑到現場去送錢 怕他在牢裡面可能要 有一些傷口要開 有情有義 可能就是這樣 有情有義的表現 就被抓起來打屁股了 因為這個案子真的是可大可小 明代官說這個違建 可能在其他縣市 其實是屢見不鮮 那為什麼他被搞出來了 第一個他那時候是市政顧問 也不是明代 市政顧問嚴格來說就是無幾職 沒有官職在身 所以他也不是公務員 也不是民意代表 那基本上你找 那區公首為什麼要聽他的 有影響力 因為他是第一屆跟第三屆的議員 他中間落選 落選的那個時候 因為他是鄭文燦的好兄弟 所以文燦兄就聘請他當市政顧問 所以不問官 只問管 他有影響力 可是你要辦他就很難 我沒有任何官職在身 我只是去拜託 拜託 是不是先緩拆 誰知道我們的龍潭區公所 就這麼好說話 你不能說他什麼有官說失憂 我沒有官職在身 他那時候也不是市議員 他只是掛一個榮譽職 叫市政顧問 所以最後是不是又要打鄭文燦 是不是鄭文燦交辦下來說 好啦 這個案先不要聽 所以這個是不是還是一樣 藉由他來打鄭文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這個案子被放了五年 怎麼會突然知道說 當年官說的人是他 有紀錄嗎 難道龍潭還敢紀錄說 被某某人官說 所以沒有猜嗎 所以顯然是檢調早就知道 我就說了 掛線 2017年當鄭文燦 被掛線監聽的時候 當年只要被監聽到 一有問題 他就會持續一直被掛線當中 所以檢調手中擁有的案子 不只是這一個 所以這陣子如果有想要幫 鄭文燦講話的人 看了張兆良的例子以後 我想他膽子可能就不敢這麼大了 這當然就是殺雞儆猴的一個例子 鄭文燦的狀況 現在看到我們亮哥在講 其實他前天我們也有講過 一般來講 像是阿扁被關的時候 一開始是兩人房 後來就住得可好了 就自己一個人住了 但是一般政治的問號 就跟阿扁一樣 只是鄭文燦為什麼 他到監獄的時候 到桃園監獄的時候 是四個人住在一起 小得不得了 然後又熱 現在室內溫度都高達32度 白天動不掉 晚上也睡不著 他說只有兩支的電風扇 雖然可以自己買 但是他小型的 其實也垂了沒有什麼用 為什麼只有給鄭文燦 四人房 亮哥說講白了 就是要教訓他 要折磨他 這張照片很少人看過 就當天他被羈押的時候 媒體拍到 這個雙下巴非常驚人 後來說他減肥瘦身有成 但雙下巴還是讓人家覺得 看有沒有觸目驚心 國民黨的立委 柯智恩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鄭文燦 這個長袖善武 他這個桃園明代 回應的狀況 讓大家討論一下 他說不是每一個人 都拿到好處 但是鄭文燦做得很有一套 只是說現在蔡英文 他嘴巴掛在 這個嘴上的司法改革 這樣就變成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諷刺 倒是有人回憶起了一件事情 鄭文燦已經是第二次 進到海機會了 為什麼時間到回到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2007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富士宴 富士宴是什麼 日本富士電視台董事長的秘書 來到台灣開記者會爆料 是國際大仇魂 為什麼 富士電視台他擁有台式的股份 他當時要試股 但沒有想到 鄭文燦當時是新聞局的局長 他用新聞局局長的身分 邀請了富士電視台的這個代表 跑去吃飯 然後拜託他要把這個事故 交給自由時報 但後來這個事情就被爆出來 人家開記者會醜聞 天大的醜聞 如果發生在現在又發生是在 這個馬英九時代的時候 這個官員不只要下台 還要被法辦 當時他只有請辭 誰來調查這個案子呢 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 我們的前總統他負責調查 這件事情 但是他也是高高舉舉 輕輕放下 他這節錄說蔡英文 鄭文燦這樣邀宴 確實是不妥當 但是因為自由時報 後來沒有拿到台灣 台式的事故 所以證明鄭文燦 沒有直接的影響 我說他有做這件事情就不行 他沒有半成 那是他能力不足 但他這樣做 居然是高高舉舉 輕輕放下 以前就是這樣巧了 什麼事都敢喬 請教一下 其實鄭文燦他一路從政的路線 跟賴清德就完全不一樣 賴清德就是拍到底 看到有人逆向就要講講話要被打 然後在黨內是姑娘 然後議會有什麼事情不進去 批評很多 但是就是在這種 財跟這種特權 還有可能違法的部分的話 賴清德看起來 好像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他黨內人員並不好 鄭文燦黨內人員很好 也因為他會長秀上午 從以前就出現很多參會 從以前複事宴這個新聞 那時候大家這兩天 我還遇到風險來講說 看那個當年畫面 我要在那邊採訪 年輕的我 所以其實鄭文燦他長期以來就是 在這個鎮商之間游走 八面玲瓏 只是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從以前的複事宴 到現在的這一次的 二零一七年的五百萬 還有這個張兆良 張兆良當然沒有 鄭文燦的分量 但是他第一個在桃園 第二個他是鄭文燦 非常關係要好的 第三個還有一點 你不要去拉鄭文燦跟他 你拉連份 五年前對不對 所以五年前的張兆良的 這一個便利超商的違建案 五年以來都沒動 現在忙著說對不對 那鄭文燦是2017年的五百萬 而且他去建議送個錢 然後就動了 對 你今天講說建議送錢 這個解讀可能也對 要差五天而已 但是問題是顯然 就是說桃園地震署 過去這段時間 有很多案子能辦但沒辦 簡單講是這樣 這樣子講合理 你五年不辦 然後差個五天你就辦了 這五年前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你沒有處理 那現在處理 2017年的五百萬去了 2018年還把錢還回來 你也沒處理 那現在處理 所以所有 這是桃園地檢署 那其他地檢署 現在是不是全台灣各地檢署 都已經封印打開了 統統都去辦 不管藍綠 楊文科現在也辦了 對不對 也起訴 沒有 要看你是哪一個派系的 好啦 看你是哪一個政黨的 看就要看看後續 確實是有針對 第二個剛剛揚州講的 那個建議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直接問到桃園 看守所 阿扁當時確實是兩人 那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 對 那其實我知道 因為以前在採訪的時候 我瞭解就是 如果你一輩子都沒有 進到監獄當中的人 特別是這種高官 他真的不會給你單人房 因為怕你進去的時候 一個人在的時候 對 就是情緒上會太... 所以他會給你一個人 所以就兩人房 那為什麼是四人房 說不定桃園看守所都跟你講說 我們就沒了 你是要叫我怎麼樣 只是有一點特別 就是裡面有煙毒飯 煙毒飯的狀況 包含他樂界的情形 還有他身體的情形有的會吐 甚至會拉 就通常不會讓鋼筋 就會安排在那個 跟煙毒飯的同一間 所以大家會關注 第一個就是四人房 第二個就是煙毒飯 至於很熱沒有吹冷氣 你今天去其他房也沒有冷氣 所以沒辦法 那現在目前正文參加 煙毒飯那副事業 副事業這個你應該很熟吧 怎麼那麼敢喬 不是 因為當時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離開他的限職 只是一樣 我是覺得 以你以前跑線 新聞局長可以這樣去介入 說人家要事故 一定要指定給特定的媒體 新聞局長當然 我就說風格來講的話 也不會說常常去 像媒體的這些要買賣的 新聞局長怎麼可能出面去 跟他們吃飯 所以其實當年 應該回過頭來講 當年的副事業沒有讓鄭文燦跌一跤 只是讓他離職 後來又回來 而且還重用 所以就是慈母多敗兒 當年的寵他 導致他後來越吃越多 現在包括不只是鄭文燦 還有包括我們看蘇系跟殷系 都開始一個準備出事 蘇系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叫林玉生 林玉生現在掌管了原山大飯店 現在傳出一個新的人事 這個目前都還沒有獲得證實 但已經寫的 大家都舉國皆知 林玉生標準的蘇系人馬 蘇貞昌當時把他插去原山飯店 報導說他也很認真 績效不錯 轉虧為盈 照理講做得不錯 不分派系應該繼續留任 但現在傳出來說要把他拔掉 把他換掉 就算你KPI很好 有達標 績效很棒 這個有賺錢 我管你 你是蘇系 我就要把你拔掉 那換誰上來 想說應該要年輕人出頭 結果是民進黨國母 已經75歲的葉菊蘭出來了 葉菊蘭 大家想他還沒退休 他還在線上 75歲了民進黨的國母 要來接原山飯店 交通部現在對外的說法是 還沒有規劃 但是官方的回應是說 他沒有明顯的派系 所以其實他來接也不錯 如果有完整規劃 會跟大家來做報告 這張照片6月30號 檢醫院接了葉菊蘭的位置 接上了台灣觀光協會的會長 本來那個時候大家想說 這麼一個交接交棒之後 葉菊蘭75歲 應該是要退休了吧 都沒有想到 他就去接了 那葉菊蘭上一次 要講退休的時候 是2015年柯文哲找他 要進台北市政府當副市長 那葉菊蘭跟柯文哲說 我都想退休了 講到現在9年了 還沒有退休 居然要去接原山大飯店 蘇西人馬被砍掉 英系的台原綠能的總經理 叫做吳伯鑫的照片上這一位 標準大英系 現在也被人家拔掉了 蘇西也拔 英系也拔 要把他換掉 而且他自己說 我也是臨時接到通知 前面都沒有跟我講 立刻就說我要被解任了 台綠之前的人事裡面 剛剛講吳伯鑫 過去立委整理出他們人脈裡面 還包括了立揚人員的總裁 跟他有關係 說他曾經是他立揚 EPC旗下的包商 這些利益糾葛 看起來就是那麼的複雜 請教組會 當然一朝天子 一朝城 現在賴清德掌權 不管是賴清德要用自己的人 或者是賴清德周圍的人 要趁勢把別人鬥下來 自己要佔那個位置 兩種都有可能 腥風血雨 之前那個連駐美代表余大雷 不是也莫名其妙被爆料嗎 所以這些人事的更動也好 或者是說誰代替誰 誰拔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個未來的半年 大家還會看很多好戲 所以兩個禮拜之前 我就跟很多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說 我們這些的在野黨立委 都很有戰鬥力 這個出招是一拳又一拳 我就跟他們講說要暫緩一下 要給民進黨一點時間 給他們時間幹嘛呢 給他們時間內鬥 因為在野黨一直出拳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就會某一種程度 只好先團結起來 一致對外 但他們民進黨有很多未爆彈 尤其是壓在檯面上的 那一些派系的內鬥 或人事的請壓 還都在被壓著 他們需要一些時間 讓他們去引爆他們內部的鬥爭 所以大家乍看只要稍微一緩下來 這一些內鬥就會一個一個出來 賴清德現在要對很多 對派系開始一個一個去砍 一個一個去砍派系 可是同時他也要拉攏一些人 對他的支持 他總不能把所有黨內的人 全部得罪光光吧 所以有背景有派系的人他就砍 可是有一些沒背景 但是有聲望 沒派系但是有聲望的人 就是他最好拉攏的對象 就是像葉居然這種 德高望重 但是已經沒派系了 孤家寡人一個 他算獨派 獨派都會聽他的 獨派就是跟他一樣一支花 可是獨派已經跟賴清德很好 就是同一家人 所以他再差獨派會挺我 對 而且又德高望重 然後形象又在民進黨裡面 比較受人尊重 所以這樣的人士 比較沒有人講話 然後賴清德也比較交代了過去 就是沒有 我也是推出 我們德高望重的葉居然 否則你對葉居然有意見嗎 你對國木有意見嗎 誰對國木有意見 不敢有意見 所以蘇姓人就乖乖的 把位子交出來 殷姓人就乖乖的把位子交出來 所以賴清德隱忍這四年 也是有做功課的 好 都我們剛剛講說 不要讓國民黨繼續打民進黨 讓他們可以有一點傳奇的機會 偶爾讓他們直接內鬥一下 可是現在藍白也要小心一點 鬥書系 鬥音系 其實賴清德現在綠的 也要鬥這個藍白 看到一個最新的消息 咱們的姦兒林志姦 他本來到永興資本去了 但是沒有想到 他居然跑到新竹找了一個油頭 說他們底下的舊部 有人要到德國工作 順便跟當地的記者來吃飯 這不是一個小動作 是一個滿大的動作 一般就算要的話就請幾個熟的 怎麼會找當地的記者 你是不是又想要回到新竹市 就這個節骨眼 高宏安的案子下個禮標就要判了 大家都睜大眼睛要看 宣判的一個結果 柯文哲這個時候開始講話了 大家想說鄭文燦之後 下一個被整肅的就是他了 結果他開始講 他開始鋪成一種政治打壓的氣氛 他拿高宏安例子來講說 高宏安就不公平 高宏安的立法院的公基金的制度 他算是傳承李俊逸 李俊逸都沒辦他 李俊逸自己本身也很丁調 還去當了監察院的秘書長 他沒事 高宏安怎麼會有事 他現在開始鋪排一種 司法不公 司法迫害 是不是要幫自己來做鋪陳 另外一件事情 高宏安如果真的出事 現在新竹市有各種的討論 其實他有一些討論 是真真假假 虛虛實實 有一種說法 說希望高宏安 你不要坐以待畢 你乾脆先出擊 你把自己市長辭掉 讓誰選 讓邱成遠來選 至少民眾黨在新竹市 這個香火 可以繼續的傳承下去 高宏安就不甩這些傳聞 繼續跑地方的基層 行程都有跑 而且所謂的訪問 他也都沒有在迴避的 他說有很多謠言 說他要辭職 交棒 都是空穴來封 他都不太想回應了 除了他 鄭文燦剛被收押 新竹縣長楊文科就被起訴了 國民黨說其實他起訴的理由 非常的空洞 完全是恐怖的政治操作 請教委看 高宏安案24號議程會宣判 所以很快 當然這個東西 我幫大家稍微複習一下 就是因為高宏安的助理 是以前李俊毅的辦公室的助理 他後來沿用他 他說用這一套 可是我們就有一說一 李俊毅其實已經多次公開講說 他的辦公室沒有這一套 可是他現在已經不是立委了 我還真不知道 但是助理是同一個人 那到底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 但李俊毅本人有講過 你不要再講我了 我的辦公室沒有跟高宏安一樣的狀況 這是其一 其二 現在目前看出來 新竹 因為大家都在想說 剛我要問一件事情 是阿伯這樣子 有沒有塑造鋪排什麼樣的氣氛 因為這個東西 他今天要他自己的新竹市的市長 我覺得當一個黨主席 評一下自己的黨員也是在情理之中 沒有幫自己鋪排什麼 可是我是覺得 好 那既然講到這個環節了 要說讓我們講更白一點 如果你真的可以證明 立法院的每一個記者 對不起 每一個立委 都是一樣的爆發 但高宏安真的還可能可以過關 對不對 就變得互生服了 但問題是現在連當事人都說沒有 那我們就可能就檢調要去查看 到底有沒有 李俊毅有沒有這樣做 第二個就高宏安 現在大家在看 你看到林志建議回到新竹去吃飯 他可能也覺得說 我只是回去吃飯一下而已 他真的要再回去重選 沒那麼容易 你要知道 當時挺他的人是鄭文燦 鄭文燦現在也已經 對不對 都收押了 沒有再挺林志堅回去新竹選的 你說賴清德當總統 他絕對不可能翻身嗎 他也不可能重用他 賴清德有重用他嗎 沒有 第二個 新竹的球場 問題還沒處理好 所以你說林志堅 我就我的看法 你說林志堅 就算高宏安最後被停止 停止以後也是那個副市長 那個叫陳明子 邱成員代理 所以也不會重選 是三審定業之後 然後任期已經不到一半 才會重選 如果過了一半就指派 所以定業一定會過半 那就是他三審 現在連一審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那麼快 會出一個缺要改選 或者是指派 不會那麼快 所以你說誰要回來 這個新竹 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高寒如果最後 就算他只是被解職 由邱成員來當副市長 這對民眾黨來講的 那個整個的就是氣勢會受傷 那如果氣勢受傷的話 在臺灣政治人物 不喜歡沒有龐大的民意支持 面對司法的時候 柯文哲有他自己的三大案 目前進度我完全不了解 議會也有專案小組 那如果三大案後續 大家有講 現在就是文燦然後文科 那柯文哲也叫文 就文哲 就會不會就是下一個 就這樣一路順下來辦 所以當然柯文哲 要面對他的問題 只是他要去凸顯就是說 現在目前民進黨 好像都在排除異級 高花燕就辦什麼 可是也就好 就這一次的鄭文燦 民進黨可以跟對外講說 我們不是只有辦 國民黨跟民眾黨 民進黨自己人他們也會辦 好 雙組都現在都出事了 楊文科 新竹縣長在昨天 因為貪污的罪嫌被起訴了 不過這起案件 現在藍營的人深度了解之後 覺得莫名其妙的 為什麼 很多媒體的標題 還有包括檢方的寫法 都會誤以為 楊文科的犯罪所得 高達2.5億元 一般民眾聽了 我的媽 一個縣長 貪到2.5億元 太可惡了 但縣長自己莫名其妙 而且我覺得楊文科 非常有底氣 他連續每一天的行程 他照跑都出來 而且議員不分藍綠 都在他身邊一起受訪 顯然是支持他的 議員說 你檢方跟大家講說 他賺了不乏所得2.5億元 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怎麼來的 後來他看了起訴書的內容 才知道說原來是檢方認為 建商違背了相關的規定 就偷工減料賺了1.7億 然後還有包括其他的 另外一個是6千多萬 是復工的利益所得 所以把兩個錢加起來 2.5億元 然後故意用這個很奇怪的寫法 讓大家以為說2.5億元 是見到楊文科的手上 那檢方已經起訴他了 但是比如說對比鄭文燦的案子 檢方是有議文的 有監聽到關鍵的資料 然後有跟拍 拍到他拿包包 比說在哪在哪 比了5 都有這一些敘述 包括金額500萬都寫得很清楚 但楊文科的起訴書裡面 他到底有沒有拿錢 拿了多少錢 有沒有監聽議文 監聽到關鍵的證據 都沒有 所以朱主席 今天也是公開的行程 朱主席用他國民黨主席身分 公開背書 說楊文科一毛錢都沒有拿 他沒有收匯 楊文科你看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一個是國民黨的 一個是民進黨的議員 楊文科直接講 我停工 復工 都是按照規定來辦 但楊文科有個事情 他就沒有講清楚了 人家問他說 你是不是跟這些建商 有33度的聯絡 這個部分他就沒有回 好 那撇開他到底 有沒有拿錢這件事情 新竹的這個封譯 真的是大家覺得令人髮指 他的前身就是921 造成28人罹難的豪龍建設 換個名字 搖身一變 跑到竹北去了 從2015年開始 他就造成天根了 因為他失作沒有暗圖失作 半個球場這麼大 但沒有想到後來還包括說 他們縮短了這些 H型鋼 鋼檔的土裝長度15公尺 說這麼多 然後可以省下1.5億元的擋土費 然後還刪減了擋土的建設 這個地面有18.5公尺以下 全部沒有擋土的措施 裝裝漸漸聽起來都是要人命 非常非常離譜 然後這樣省錢 省1億多 省2千多萬等等 這些錢加起來 楊文科有個問題是他33度 跟建商有聯絡會面 以及在2020年中秋節前後 封衣有送給他洗來燈飯店的餐券30張 這些都是在起訴書的內容裡面 另外一個晴空會有兩名 我們的勇敢的消防弟兄 不幸的送命 現在也被調出來也是封衣做的 封衣做的 它包括它裡面的 貫通的空間裡面 都沒有防火的填塞沒有確實 等於說防火做得很爛 然後電線你看這照片密密麻麻 所有電線 警員電線 全部都擠在同一個管道 這樣合乎規定嗎 難怪一大火一燒 就毒氣整個大樓全部都是 這請教書會 如果說檢方掌握了 楊文科現場跟封衣33度見面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你應該有監聽監控監看 那你監聽到什麼 是不是像鄭文燦那樣子 把監聽的東西拿出來聽一下 今天檢方的新聞稿 一開始我都誤會了 我這個公務人員出身的 我都誤會 我都以為說 楊文科掺了2點多億 結果到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建商他利用公法 節省了或是說省下2點多億 然後你把它當作不法所得 你把它當作不法所得 好了 然後我接著就看 不對 怎麼不法所得2點多億 只要50萬就可以交保 鄭文燦是搞到1200萬 最後還不得交保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2點多億的不法所得 為什麼50萬就可以交保 我就搞不清楚 看到最後才知道說 根本就不是什麼 楊文科的不法所得 是說建商利用公法的這樣這樣 搞 然後自己省下來這麼多錢 然後你把它當作不法所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也很奇怪 你說這個建商利用這種狀況 然後不法所得2點多億 然後偷工減料 然後你說楊文科護航 好啦 那最大二級的 看起來應該是誰 是建商 可是你知不知道 今天建商公開發新聞說 沒有 不是 檢調從來沒有約談過 我們公司的人 是怎樣 你現在是只辦楊文科就對了 你說楊文科護航這一個建商 偷工減料造成天坑 然後你起訴楊文科 結果建商說 沒有 我們公司 從來沒有人被約談 所以你辦的主體是誰 是這個偷工減料造成天坑的封印 還是你就是為了要辦楊文科而辦 你不是應該先約談這家公司嗎 先把這家公司 偷工減料的人抓起來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到底是這家公司說謊 還是我們的檢調辦案真的很奇怪 封印建設原本不是 竹北的建設公司 它是來自於台中 而且在台中 在林佳龍當市長的時候 還當過台中建築同業工會的理事長 還是林佳龍親自兼交 那個兼交那個硬性的交接的 所以你說他跟楊文科熟 還是跟林佳龍熟 他跟台中熟還是跟竹北熟 我個人是打一個問號 可是今天檢調是見面欣喜 還是真的掌握到 你的新聞稿 為什麼要寫得這樣 含含吾吾 那你是不是真的像楓毅說的 你根本沒有約談建商的人 沒有約談偷工減料的實施者 只辦楊文科 好 現在剛剛有講過 鬥陰系 鬥書系 然後接下來鬥藍白 但立法院也一樣在鬥 不過現在立法院有一個最新的 大家知道過去這幾天 國民黨不管做什麼動作 都有青鳥在外面 準備好像如是在旁邊一樣 現在有另外一個青鳥對上了黑鷹 董鍊台發出了簡訊 發給藍的跟綠的這些立委 跟他們講說青鳥如果再亂搞 我們黑鷹就會去鬥他們 這些屁孩太囂張了 我們要去打他們 當然我們是反對暴力的 但是現在立法院的亂象 如果說你要用青鳥 去對付國民黨立委 多數的立委的話 那也有別的方式來制裁你們 這樣制裁自來自去 其實非常非常的累 民進黨過去一直告訴大家 抖音一響 父母白養 大家都覺得說抖音 讓年輕人的智商 變得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民進黨一直鼓吹 大家要去上Trade Trade這個新的一個社群 就現在變成Trade上面的人 一堆狀況 有一個人 這個小男生 他去萊爾夫擠到冰櫃裡面 看這個畫面 因為他說他的朋友在打工 他覺得好玩 就想辦法把自己塞到 這個冰櫃裡面 這有衛生的問題 然後還有包括會影響 萊爾夫的生意 大受影響 這個影片出來之後 萊爾夫非常非常的生氣 他要追究 本來有一度說 他只要賠1.5萬 萊爾夫說這是謠言 絕對沒有那麼少 會好好的追究他的責任 有人講說 如果你要冰櫃的話 太平間更冷 你怎麼不去太平間 當然這樣有點詛咒他 現在要好好罰他 他影片就是發在Trade Trade還有另外一個 知名的飲料可不可 女店員他直接用手去搓 說還吐口水等等加料 這麼可怕的影片 造成可不可的傷癒 嚴重的打擊 他一樣也是把整個過程 拍下來還罵客人 然後整個影片 就一樣發在Trade上面 現在明天要不要出來 告訴大家 使用Trade是不是父母也白養了 還是要小心 然後青鳥還有瘋傳9000人 Trade的黑名單 請大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大家去對付他們 講到青鳥就不能忘記沈柏陽 沈柏陽生根花蓮 明天他的服務處就要開始 成立這個成立大會 但是我還真感覺不到 出來他有幫花蓮爭取到什麼 請教我一下 因為他是不分區立委 民進黨現在花蓮沒有人 現場立委都是國民黨 所以他就被指派去那邊 就成立一個 他這樣是形同放棄花蓮嗎 不是放棄 要怎麼你講的 我打不懂 擺這樣的人去花蓮 不就等同放棄了嗎 沈柏陽在民進黨制的當中 是戰神級的 可是在花蓮很多是藍白的人 但因為他跑來跑去 就你看蕭美琴過去後來也沒贏 然後collapse 所以就是派沈柏陽去經營花蓮 不是 以後他應該花蓮的區域 或是現場由他來選擇 可能性不小 第二個就是現在年輕人跟 因為我覺得我也年紀大了 就我們那個年代 基本上這種事情不多見 那現在因為是社群媒體網站 網路短影片很多 所以年輕人更敢做這個事情 你說那個飲料店 飲料店剛剛招牌已經拆掉 因為前兩天已經停業了 那他是地方新廚官埔的店 那他還要跟這個可不可的總店 加盟對不對 現在總店要求償這個地方 這個加盟店 加盟店要求償這個女員工 那時候要450萬 你看要怎麼辦 對 因為他商譽受損 至少四個錢 那問題是他今天不是說 被客人偷拍到說 因為我們以前講說 吃牛肉麵 有抹布 他是自己拍 對不對 他自己拍自己講說下班前送單的都死 然後就弄 那年輕人跑去來給我拍一下 之前還有一個也是個女生 也跑到冰櫃裡面去 就卡在那裡 這都是看短片寬到腦子秀 不是 年輕人他可能覺得這個 他沒有意識到這個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我就舉個簡單的例子 這兩天在國外 剛剛我看到Andy聊的 detail 有一個人去買最新的特斯拉 最漂亮的車 我不知道多少錢 最新很像回到未來那台車 買了以後的動作 就是開到海灘把他燒掉 那他自己的車 那你就坐吧 但除了其他的 你跑去公園 跑去超商 跑去捷運 然後惡搞 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好口託 筆發他 你願意做這個事情 你就負責 第一個你就是 如果有處罰 你就要被法辦 你得承擔 第二個就是後續的求償 包含剛剛講的便利超商 或者是飲料店 你讓人家商譽受損 人家要給你求償 那你就後續去面對 因為你既然是主動拍這個影片 不管是金冰櫃或者是吐口水 那你得面對後續的 法律跟被求償的金額上面 你的代價 好 剛剛有個最新的說 這個清新扶全飲料 也有店員 這個有一個惡搞的行動 說用徒手去拋接 茶凍 那我看這個截圖 他一樣也是在Trade上面 拍了影片 讓大家覺得他很好玩 那接下來他可能也會面對 相關的這一些責任上的追究 我提醒在電視機前面的父母們 現在暑假了 鬼門開 你們的孩子自己多保重 多關心一下他們在搞什麼 就算他乖乖打工 你也要小心 他手機拿起來一拍 自以為好玩 接下來他的這些錢 還不是就是你出嗎 450萬 還不是要爸爸媽媽幫忙出 好啦 那我們也有一個 可怕的爸爸媽媽要跟我們要錢 美國爸爸 美國爸爸要跟我們要的保護費 美國流氓 川普 說我們台灣人 這麼遙遠一個小島 要那麼多錢 像什麼呢 台灣應該要付錢 那講到付錢 大家就一把眼淚 我們付了那麼多錢 波音的飛機那麼貴 我們都買了 也不是最好的飛機 還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然後武器我們也買 這麼多愛國者飛彈 想偉者飛彈 魚叉飛彈 我們都倒背如流 花那麼多錢就是沒有來 那更好笑的是 這個美國的流氓說 叫我們要付錢 結果是美國自己的人 跟自己的人打架 就說台灣人已經付很多了 台灣從美國軍購 發很多錢 不是我們做慈善 你們要不要自己打一打 你們先把說法給喬定好不好 然後他現在包括 美國的這個老胡小組 麥考爾他也說 台灣其實這個很不錯 都有付錢 但是這是美國不好 美國一直延誤 你們自己都延誤了 流氓如果付保護費 還有做保護 我覺得那也就算了 流氓拿了保護費 結果東西也都沒有來 出事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會不會來 然後現在大家有統計 去年11月的新聞裡面 有對比了拜登任期 跟川普任期裡面 對台軍售的金額 拜登是44億美金 川普是183億 足足多了四倍多 所以如果他再選上 我們是不是又要回到 183億美元還是更多 還是川普你都忘了 這183億美元 所以你才覺得 我們沒有繳保護費 你要講話要憑良心 付了那麼多錢 然後責任出現在 拜登政府底下 他沒有來什麼 我們都要去算他 甚至也看到有人 網路上在講說 花蓮王花蓮的這個什麼 花東的三法不要花 兩兆我們就可以 換美軍駐台40年了 但美軍也要駐台 都瞎扯亂扯 不認真的去對外 還有川普時期的歐布萊恩 他也講過 如果要對付 中國潛在的侵略 台灣應該要把國防支出 佔至少我們GDP的5% 你以為5%很少嗎 他換算下來 等於一整年要一兆2000多億 我們的軍費 等於說我們總預算 稅出的比例43% 就大家都不用吃不用穿了 我們所有的這些政府運算 有高達將近一半的錢 都要去拿買武器 買了都不會來 然後麥克跟講的 這個老虎小組 他就說我們希望台灣 是做一個盟友之間的 一個完美的典範 叫他買什麼 他就買什麼 非常非常的乖 但是大家都想說 我們800億的天價買武器 遲遲都不來 白買了 護國神山也白送了嗎 美國來主意 是不是也白吞了 請教委安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嚴肅話題 但我很快跟大家報告 因為為什麼會有一個 歐布萊恩講到這個5% 是因為現在目前以色列就是5% 沙烏地阿拉伯是6% 以他的GDP來講 所以由於說說 難道台灣比以色列更安全嗎 所以你們應該往上增加 其二 川普講這個話 我是毫不驚訝 因為四年前 他就已經要求南韓的軍費 要提升到一年50億美金 就後來沒當選 拜登當選 可是以色列那個比例 比喻我真的有點有意見 以色列跟其他國家 他們本來就有很多恩怨 我們其實滿多人 希望說兩岸是和平的 所以我說5%是個極端值 為什麼 因為你把他拉回來 川普他要求北約的盟國是3% 那我們現在台灣是2.5% 2.5%是多少 一年就6000億 那我們中央政府總預算 一年大概兩兆多 所以如果2.5%要到3%的話 就會 我幫你算好了 2.5%到3%的話 等於明年我們要編到7200億 多1200億 那就是0.5% 但如果你要從2.5%直接 變成5%那就Double 那就是6000億Double 變1億1兆2000億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直接 從2.5%變5% 這個百分之百 這不太可能 但是變3%我覺得有可能 好 那如果說只是把國防預算增加 然後以示說 因為他對北約盟國也是這樣要求 你自己要編足夠的預算 不要一天到晚期待美國去救世界各國 那我覺得行政院長至少卓榮泰他做人的說法 他應該並不反對 那我們要增加一千兩百億 就請大家記這個數字 但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只是增加國防預算 那還好 那如果說還要包含了額外的軍購 甚至你額外的軍購買的不是台灣需要的 還有就是買完以後東西沒有來的話 那台灣民眾就會有感了 那最後一個就是直接軍費 那直接軍費這個觀眾朋友暫時不可能 因為韓國是由美軍住在那邊 所以他說我們美軍在那邊 你要付錢 我們台灣不可能駐軍 美國也沒有要在台灣駐軍的打算 所以直接付錢給美國 保護台灣的這個option 應該是不存在的 應該是要我們把我們的國防預算增加 或者是增加更多的對美軍購 他另外一件事情 台積電現在是不是狀況很多 講到半導體 沒有想到我們現在十百名夫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他說川普為什麼 踩這麼硬 說我們台灣搶手晶片 他說要怪郭董 為什麼 他在臉書上貼了郭董的照片 他說那個企業家講的就是郭董 他說你郭董的跳票 你跳票放一架鳥 害人家的選舉政見也跳票了 所以人家川普現在回來 才會回國這麼生氣 我不知道十百名夫講了 郭董聽了會作何感想 那不只是川普 連拜登現在為了選舉 都開始也加碼了 他祭出針對中國 相關的這些半導體 更嚴厲的制裁 所以半導體直接應聲大跌 昨天裡面跌了很多 不只是川普的手筆 包括拜登他也有攪局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但是網路上很多人來討論說 川普以前當總統的時候 他每次推特一發文 股票就大跌 所以他現在很怕 如果川普再當總統 推特又一直發一直發 美股是不是要一直跌了 昨天我們看到台股 今天的台股已經一口氣 跌了371點 蒸發了700多億 昨天台積電ADR也是跌了 跌幅非常深 跌了7.98% 整個包括台積電的早盤 今天也是跌了很多 跌了25塊 剛剛看了開播前在看 其實包括夜盤 即使他祭出了很多的 這些好的績效 都還是在跌 感覺沒有起色 台積電今天下午開了法說 周圍告訴大家的全部都是 非常優秀的 非常樂觀的這些績效 第二季的毛利率高達53.2% 每股賺了9.56元 這個不只符合預期了 是遠遠超估預期的 非常非常好 甚至告訴大家第三季 也會介於224億到232億元 毛利的表現介於53.5%到55.5% 就遠超過於預期 但是這些消息 顯然剛剛夜盤來看 是沒有任何激勵的效果 可能還是要等美股再看 但是針對川普講說 要台灣繳保護費 這個晶片都是 整個被台灣人搶走 魏責家倒是很有概念 他告訴大家 我們不會因為川普講這些話 點名台灣 就改變我們海外的佈局 請教 淑慧 我覺得滿難過的 就是如果說美國 直接明馬實價跟我們開 ABC套餐 繳多少錢 提供什麼保護 好 台灣就看自己的能力去付 可是今天不是 我們明明已經付了這麼多錢 在川普的時候 付了183億美金來買軍購 就是5000多億的台幣 然後結果有一堆武器沒有拿到 在川普卸任前都沒有拿到 好啦 然後還也不知道說 到底如果兩岸 真的發生狀況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美國大兵來台灣 這些都不知道 然後結果還要被縮嘴說 要我們保護 你就給我們保護費 你的晶片都是靠我們的保護來的 你都搶我們的生意 你知道嗎 這個讓我們感覺很難過 又很無力 就是人為刀主 我為魚肉 對 今天兩岸關係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你美國在裡面的操作 跟在裡面的挑弄 也鞠躬絕尾吧 好啦 台灣為什麼需要美國的保護 不就是因為兩岸關係的緊張嗎 如果兩岸關係是 馬英九時代的那種狀況的話 我怎麼會需要你的保護呢 我最多多一個靠山來靠一靠 保平安一下而已 可是因為民進黨被老美這樣子搞 一味的靠著老美 把兩岸關係搞得那麼差 才變成我們需要保護 結果我們花了錢還被嫌 你花的錢不夠多 你花幾千億而已 就想要我們的保護 想得美 好嘛 那你告訴我 花多少錢 可以拿到多少保護 可以明馬實價 大家就用做生意來講嗎 而且東西要來 更多話題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會不會想要 我會想要你 我會想要你 趕緊張國人離開人 是已經21週年了 他跟唐赫德的戀情到現在 大家還是津津樂道 當時兩個人都長得那麼帥 他們同出這些場合的照片 依舊深繞在人們的腦海裡面 但是現在卻發生了一個 特殊的狀況 因為唐赫德在他的IG上面 PO出了幾張 他跟另外一個男子有刺心的 兩個人出現了很多的 不管吃飯或者出遊的照片 然後其中唐赫德還牽手 牽了兩個小男孩 所以一時間 這一些長期追這一對CP 張國榮跟唐赫德這一對CP的 粉絲們就不能接受 很多人寫了這麼多話 說請他放棄這些張國人 他從張國人繼承來的遺物 還有包括叫他不要再用 張國榮未亡人的身分 然後不要再出席 任何跟張國榮有關的這些場合 然後塞恩愛這些通通都不要了 然後還有網路上就很冒出了 很多這些相關的新聞 2023年的時候 其實有討論過 唐赫德當時繼承張國榮 億萬的遺產 住了12年的豪宅 後來賣了5000萬 所以這些粉絲也說 你拿了那麼多錢 過那麼好的生活 結果你居然令節心歡 然後還有包括今年 4月1號的時候 當時唐赫德也寫了一篇 兩個人合照 然後用了阿菲正傳的一句話說 我只要你留下來 我什麼都不想 其他都不想要 然後包括他們9月12號的時候 也會固定準時在IG上 賽出這一些合照 然後他們恩怨的這些 非常恩愛的這些情節 在網路上都有 只是現在很多人就講說 難道他要一輩子守活寡嗎 繼承了這些遺產之後 之後就不能戀愛 也不能另有家庭 不過到底是不是有新的戀情 到底小孩是不是他的 其實現在都還沒有獲得證實 他的IG的關係 請教給他 其實我覺得 粉絲的那種情緒 我能理解 因為他們喜歡張國榮 張國榮一生最愛就是唐先生 所以他也留給他豪宅 他住在那邊 過了這麼多年 每一年他都會 去提到張國榮 不管是中秋節什麼 他都會懷念哥哥 所以粉絲們就一直都 這種情緒都一直延續下來 可都過這麼久了 難道你要他一輩子就不可以再 有其他的對象嗎 但是粉絲的意思是說 你要有其他對象你就去 你不要去住在張國榮的家 你不要用他的錢等等這些 可是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現在張國榮也不在了 張國榮如果在的話 他才有資格說話 他關掉了他的IG 我覺得基本上 他就是根本不願意回應這個事情 因為他現在也不應該 被大家討論他的感情狀況 只是我了解粉絲的情緒 是有一點波動 可是我覺得你也很難 去講他什麼錯了 都過這麼久了 好 我們更重要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有個脾氣很暴躁很莽撞的 18歲的少年 發生了非常嚴重的車禍 昏迷了半個月之後 醒來第一句話就是 爸爸我好愛你喔 而且整個性格完全都不一樣 不再莽撞了 甚至爸爸說 他怎麼突然間變得這麼乖巧 又可愛 主治的這些醫師 說他守勢之後 其實是有輕微的認知退化 行走還沒有完全恢復 但是現在還在釐清 為什麼這個年輕人會性情大變 對家人來講說 人有救回來 然後又變乖 當然是好事一樁 2007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對夫妻 他一樣先生鬼門關 也是發生車禍 鬼門關走了一回回來之後 他本來脾氣也很暴躁 暴躁的科技人 結果後來整個轉性 脾氣變得好 變成是一個超級完美的先生 所以看到這邊 可能有些人想說 如果我先生小孩 不好對待的時候 是不是 怎麼樣 然後包括2015年的時候 有個新聞說 有這個車禍個性大變 有一個乖乖人變成盜賊 顛倒過來 變成本來很乖的 變成會去偷東西 那有2016年有這個新聞說 有一個人有八個靈魂 共享他的身體 那有專家說如果大腦受損 變成另外一個人 事實上其實是把自己做出來 變成是真實的自我 請教我給他 在臨床上有很多的案子 那說法都不一 但是剛剛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腦部如果受創的話 他會造成認知的一個差異 所以有時候 他會改變他的性格 那也有講說可能是那個脂肪 對那個腦方面造成一些酸塞 所以造成影響 不是一定會變怎樣 所以變成講說我們這個小孩做法 你把他弄一個頭 沒有這種事千萬不要 因為大腦受傷是很危險 所以還是要平安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今天插播一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剛剛討論到 仲燦的這個子弟兵張兆良 在最新的消息 他已經被收押了 不知道這個師徒兩個人 會不會在桃園監獄裡面 不知道會不會住在同一個房間 到時候我們最後會有一個 最新的完整報導 講到這種友情 情誼 看到這個畫面 真的是讓人家很感動 朋友要去比賽 但是有看到一個特別白的 其他都塗得很黑 他為什麼他完全沒有肌肉 為什麼去參加這些建立比賽 因為他的朋友會緊張 沒有人陪他會害怕 他為了朋友兩肋插刀 全身沒有肌肉也照辦 讓他也沒塗黑 所以變得格外的搶眼 他自己也講說 因為大家都很厲害 他唯一勝過他們的 就是滿滿溢出來的自信 我有自信 別人沒有 即使這些動作我不會擺 因為大家要把這些肌肉線條 要擺出來 他沒有 怎麼擺都擺不出來 所以他的動作就很詭異 但因為他一身擺 所以他就顯得非常的突出 其他學手